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今天我们终于邀请到了总裁夫人一起出镜 哈喽大家好 介绍一下 这两天都长胖了是不是 你看我胖了吗 在家都憋了十天了 我感觉我变白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聊一聊病毒 要想了解疫情相关的信息 还得看官方渠道的新闻哦 故事从一个都市传说说起 2018年1月份 Cell杂志发表了两篇重磅论文 论出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人类的记忆与病毒有关 Cell是什么 Cell细胞 Cell杂志细胞杂志 Cell 发音不是重点 我们继续说 这两篇论文非常重磅 科学家们都说 在这个研究方向上 至少有两篇诺贝尔奖级别的文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方向的研究 很可能帮人类解答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人类的记忆究竟是什么 第二在记忆的基础之上 我们将有可能破解 科学上的终极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 从何而来 这两篇论文刚一发出 在美国的一家 大型的大众科普网站 叫做DealSense上 马上出现了一篇 解读性的文章 标题叫做 翻译过来就是 人类的意识 可能来源于一种远古的病毒 你是说记忆是一种病毒 对对对 思念是一种病 张振月的歌 对吧 你试过几次 没有 我思过在 那以后是不是得换成我病过在了 就不是我思过在了 对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正常人 其实都是感染的病毒的疯子 而疯子了都是正常人 那你是正常人吗 就像丧尸片一样 对对对 人类都变成了丧尸 对是这个意思 我们人类呢 有可能就是在几百万年前 一波感染了病毒的顶尖丧尸 那些感染病毒的非顶尖丧尸 和人类呢 都已经被我们灭绝了 这是不是就叫逝者生存 进化论就是这么说的吧 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达尔文说的进化论呢 是没有目的的 一个突变 它是不所谓好或者坏的 它突变出来 这个性状 然后经过大自然的自然选择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 选择以后 适合大自然的 它就生存了下来 然后繁衍了后代 这个后代了越来越多 它就成了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主流 这就是所谓的进化 当然现在的教科书上 更倾向于把这个词叫做演化 因为它是没有目的的嘛 这个过程的专业的说法 叫做中性突变 自然选择 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但是我们前面说的 人变丧尸 那是一瞬间的进化 搜了一下 人就变成丧尸了 别害怕 我们说的这个丧尸 是超人的意思 就变得更厉害了 别害怕 也就是说病毒 可能是加速人类进化的一个工具 病毒呢 有可能是我们人类基因的 基因锁上的一把钥匙 它可以随时打开我们这个基因锁 然后我们就在一瞬间之内 获得了一些能力 这就和我们前面说的 莱瑟塔 档案里面的一些内容联系起来了 人类的基因 如果真的是被锁死了 那么病毒极有可能 就是打开这把基因锁的钥匙 有证据吗 有案例吗 当然有 2018年Cell的那两篇文章 就是证据 Cell 论文当中说 通过实验证明 小白鼠的长期记忆 是依赖于一种叫做 ARC的基因的 缺少ARC基因的小鼠了 它就无法形成长期记忆 也就是自我意识薄弱 那ARC基因和病毒有什么关系 ARC基因呢 是一种翻译 Cell的原文当中 这里用的就是ARC 三个字母 这个ARC呢 是逐一改写生物书的一个物质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初衷的生物体 人类的大脑当中 有神经元 神经元是一些细胞 这些细胞呢 大家联合在一起 联合的地方呢 叫做突出 这些突出了 它们之间会传递一些物质 传递的这些物质呢 是无时无刻都在的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识 科学家说 就是这些物质传递所造成的 无论是我们醒着 还是睡着的时候 这些物质都在传递 于是我们就有了思想 就有了自我 就做了梦 那你告诉我问题来了 这些物质 究竟是什么呢 电信号吧 对对对 还有呢 还有一些 激素 传统意义上认为 大脑的神经元 传递的主要就是一些化学物质 像多巴胺一类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电信号 所以说我们的大脑 才能运作的这么快 但是我这里要给你说一个观点了 大脑的神经元细胞之间 还传递基因 也就是传递遗传物质 你相信吗 不是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正是2018年 那两篇思要论文 所提出的观点 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ARC ARC 它呢 是像病毒一样的一种结构 它把一个遗传物质片段 包裹在一个蛋白质外壳当中 通过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出处 在神经元细胞之间不断地传递 比较保守的一些学者 将这个ARC 翻译成ARC蛋白 比较激进的一些学者呢 直接将它们翻译成ARC病毒 我呢 比较中性 所以说我把它翻译成ARC基因 你也是学者 不 我是选择了学者当中的一种翻译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翻译呢 其实这里我们就要去聊到病毒 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它究竟是怎么运作 这样一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我们先从细菌说起 细菌很好理解 就是寄生到人体内的一种微生物 细菌有好有坏 有一些好的乳酸菌 可以帮助你消化 这类细菌我们叫它益生菌 还有一些细菌呢 在体内寄生以后让你得病 这就是坏的细菌 致病菌 但是更多数的一些细菌呢 它是中性的 不好也不坏 这些细菌呢 主要寄生在你的胃肠道当中 有大量的这种细菌 现在最新的一些科学研究也表明 这些细菌其实你看它是中性的 相反 这也就是为什么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 他们显得更彪悍 包括一些人到了50岁 他的性格会大变 那这样一个原因 不是50知天命的原因吗 那是 是细菌的原因是吗 对 其实这是细菌在作怪 你好像讲非了 不是要说病毒吗 不不 没有讲非 我们这里说的这个细菌 其实就是和病毒的一个本质区别 因为很多人可能把细菌和病毒是混为一团的 细菌是一个有意识的生物 它的目的是与宿主去共存 从宿主那里获得最大的意义 病毒呢 它是生物吗 它不是生物 但是它也是有意识的 它的这个意识是非常奇怪的 它的意识绝对和细菌是不一样的 它的野心比细菌大得多 它呢 是更希望把自己的遗传物质留在宿主的基因组当中 世世代代的与宿主一起生存下去 这可能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感染一次病毒 就是流感病毒的话 那我基因都变了 这是一种可能性 不是每一次感染 它都会到你的基因组当中 但是很多病毒一旦感染的话 它是有可能插入到你的基因组当中的 如果说细菌是一种个体寄生虫 寄生在你这个个体上面 改变你的一生 甚至是只改变你一生当中几年 比如说你生病了 你的性格变了 这都是细菌导致的 而病毒呢 是寄生到你的身上 世世代代改变你的 我觉得病毒这个翻译其实并不好 这个东西应该叫做遗传寄生虫 它的意识 它的目的是把自己的遗传物质 放到宿主的遗传基因当中 和宿主永生永存 根据Cell类两篇论文的说法了 这个ARC基因正是在远古的时代 感染到我们人类祖先身体内的一种病毒 这个病毒到了我们脑子里 到了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当中 从而和我们永远的共生了下来 我们也因为这个细菌而产生了意识 这一段寄生在我们大脑当中的基因 至今也是非常活跃的 执行的任务也是非常病毒式的 它将一个包含着基因信息的物质 装载在一个像病毒一样的小胶囊当中 在神经元之间互相传递 而这些被传播到各个神经元中的基因 被认为是控制神经网络的交流和重组的 一个重要遗传代码 什么叫神经网络的交流和重组呢 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你脑子转的是不是快了 相反科学家发现 如果ARC基因没有在某个神经元当中得到表达 那么这个神经元会立刻停止工作并且死亡 更通知的说 可能就是人类是在远古的时代 感染这种病毒最深的一个物种 所以说我们脑子转的最快 所以说我们有了自我意识 有了我们 你是不是觉得病毒控制基因 基因控制人类这个说法有些精硕 其实呢 这是一个遗传学上的常识 纠结点指在于我们的基因组当中 究竟有多大的成分是来源于病毒 你猜猜这个比例有多大 这个数值呢 也是我在早些年之前发现的 当时呢 我记得是2016年的一篇吃药上的文章 我看到这个数值的时候 我也真的是以为我看错了 这篇文章当中说 人类基因主动 40%到80%都与远古病毒的入侵有关 你别笑 真的 真的 也就是说 我们究竟是人类还是上司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推理 达尔文的进化论 就被冲击了四分五裂了 中性突变 自然选择 这种经典的无目的进化 可能在进化当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而更大的部分来源于病毒对人类的基因干预 甚至是有目的的直接干预 瞬间进化 而这一切背后呢 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宇宙意识 在控制着这些基因开关 也控制着我们人类的进化 比如说这个意识 某一天想让你拥有某一项功能的时候 人类可能突然就会拥有某一项功能 而他想关闭某一项功能的时候 这就像我前面说过的 我们人类很多能力 可能真的是限时公开款的皮肤 比如说我前面说过的 我们的七色眼睛 很可能只需要几千年以后 全人类都会成为色盲 我们再也看不到七色的彩虹了 再也看不到彩色的世界了 这是有可能的 你这个病毒控制基因的说法 有没有更具体的例子 我们这里就来讲一个 大家很有兴趣的 不死基因 人类为什么会死 从细胞学的角度来说 是因为人类细胞的真值 有一个海夫列克极限 人类的正常细胞 它在停止分裂之前 所分裂的次数是有限制的 这个限制就叫海夫列克极限 如果突破这个极限以后 会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癌症 细胞无限增值 机体了就会痛苦的死亡 第二个就是细胞永生 永远的不断更新 机体了就永保青春 长生不老 这个好 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 非常传奇的故事了 时间回到1951年 在此之前 科学家已经研究了20多年 成功培育出了突破 海夫列克极限的青蛙细胞 但是迟迟没有培育出 这种人类细胞 结果在1951年的1月 一个叫做克拉斯的女性 患了宫颈癌 他死于这个疾病 他的主治医师就把他的宫颈癌细胞提起出来 交给了当时正在研究海克列夫极限的科学家 叫做盖伊博士 盖伊博士收到这个样本以后 起初并没有去多留意 把它就放在那里了 结果几个月以后 盖伊博士再来看这个样本的时候 发现这些细胞竟然突破了海夫列克极限 他们正在无限的增值 每隔24小时细胞的数量就会翻一倍 后来盖伊博士决定用拉克斯的姓和名当中 各取一个字来命名这个细胞 叫做海拉细胞 如今这些海拉细胞被全世界各个地方的生物机构和医学单位 不断地繁殖和培育了无数代 我原来就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你用这个细胞做吧 这些细胞主要用于一些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 从这当中研发出了很多特效药 这些细胞到今天 全世界可能已经培养出来了超过5000万吨 8亿个成年人的体重 因为它增值得很快 24小时就会翻一倍 从哪年开始的 1951年 也就是说这位克拉斯女士得到了真正的永生 那有这种永生我你可不要 这个我们回归正题 从海拉细胞当中也诞生了五个诺贝尔奖 它的永生是不是很有意义 其中一个诺贝尔奖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海拉细胞 它会突破这个海弗列克极限 会得到永生 原来呢 这是因为这些细胞感染了一种叫做HPV的病毒 这个病毒的基因呢 在细胞当中得到表达以后 它可以瞬间打开这个长寿基因的开关 这个开关呢 就叫做端粒 端粒是染色体当中末端的一个小节 细胞每分裂一代 端粒就会像粉笔一样每少一节 每分裂一代每少一节 一直到最后端粒消失 这个细胞就不再分裂了 这个平均分裂的次数 人类的细胞是50次 但是感染了HPV病毒 有了这个基因表达以后的细胞 它就突破了这个端粒 端粒永远不会消失 永远会繁殖下去 这就是海拉细胞 这能不能算是宇宙意识 在我们的基因当中留下 开关和钥匙的一个证明 只不过我们人类现在没有找到 正确的使用这个钥匙 打开这把基因锁的一个方法而已 再补充一点 也不要悲观 这个基因锁如果即使按照 海弗列克极限50次的细胞分裂次数 来推算我们人类的正常寿命 也是在120岁以上 所以我们人类的寿命 真的还有很大的想象力 你还有没有更惊悚的上市故事 当然有 你还记得有一个东西叫做转座子吗 转座子号称我们这个基因组当中的剪刀 快捷剑 它能够随意的把一段基因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 对 它可以随意的把一段基因想表达的时候 就从这里移到那里 它就表达了 不想让它表达的时候 它就把它从那里再移到这里 它就不表达了 这个东西可不可怕 发现这个转座子的过程呢 也是一个诺比尔讲 一个叫做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遗传学家 在研究玉米为什么会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颜色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转座子 原来玉米的这些颜色正是这些转座子 在控制着基因的开关所造成的 但是这个神秘的转座子 就像宇宙意识的剪刀一样 控制着我们基因当中的一些开关 它究竟来源于哪里呢 它究竟听命于谁呢 目前无人知晓 科学家最前沿的一种说法是 转座子可能是来源于远古病毒的入侵 和前面那个ARC基因是一样的 只是比那个基因要更加远古 因为科学家发现这种转座子的基因训练和表现形式 和一种叫做逆转路的病毒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它简直就是一个人体中的逆转路病毒 说到这个逆转路病毒呢 大家可能有一个非常熟悉的例子 就是HIV 艾滋病 艾滋病就是一种逆转路病毒 说到HIV了 还有一个更加惊悚的故事 估计你也想听 是什么呢 那就是2017年的诺贝尔奖冷冻电竞技术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能够让人直接看到细菌结构的一个超级显微镜技术吧 有了这个冷冻电竞技术以后呢 才有了我们前面的故事 正是在2018年的时候 一群科学家用这个冷冻电竞技术 去观察人类神经元当中的那个ARC蛋白的时候 他们惊奇地发现 这个东西怎么和HIV长得一模一样啊 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 研究的结果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两个惊奇 第一 这个东西的外衣和HIV简直是一模一样 他们一定是同源的 第二 进一步研究这个ARC病毒 既然在我们的大脑之间传播遗传物质 像病毒一样 而且这个传播的遗传物质还是和我们的自我意识有关的 最后我们说一个最恐怖的故事 也就是说 你我的自我意识都是来源于远古的一种HIV病毒 某一天 这种病毒感染到了我们的人体内 到了我们的大脑中 在我们的神经元当中 帮我们打开了我们的自我意识这个基因数 与此同时呢 这个生物学的过程表现在社会上 就是大量的人类变成了丧尸 这个丧尸呢 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比人类要更强 他们就灭绝了人类 最后这些丧尸开始自称人类 自称我们 因为他们有了意识 这就是我们的来源 你想打开你的基因数 感谢观看